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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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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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宣太后的儿子是秦昭湘王 秦昭湘王在位是56年 这56年中 秦宣太后执政和参政40年 这个时间超过了西汉的李太后 和唐代的武则天加起来的总和 而且在这一时期 秦国发展到鼎盛阶段 人们有了想象的空间 创作了电视连续剧和小说《芈月传》 秦宣太后叫做芈月 这名字是虚构的 但是它虚构的很有道理 我们姑且不说秦国的兵马俑 上面的残诚的字 以及的阿庞公 那个童瓦上面合体的字 有芈月两个字 咱们姑且不谈 我们仅仅找一个根据 就是将太后比作月亮 那可是明家的比喻 司马迁说 魏姬之举已无处 武安之贵在日月之际 就是说魏姬侯能够被提拔起来掌权 是因为在镇压无处其国之乱 立了大功 而武安后填坟之所以能够显贵 是因为皇帝刚刚即位 他没掌事权 老太后还在执政 这里的日是用来比喻皇帝 汉武帝 月呢 指的是汉武帝的母亲 王太后 所以用月比喻老太后啊 这个比喻 可是介于中国第一部 记转体通事了 秦宣太后 她是秦桧文王的嫔妃 秦昭湘王的母亲 在秦桧文王时代 她的称号是弥八子 在秦昭湘王一即位之后 她的称号就升为王太后 但是都没有记录她的名字 中国古代太后的称号 就从秦宣太后开始 但是秦宣太后 鉴于史传记载的故事 都没有做一个 什么正面形象的描写 这是因为封建社会 中南清侣 再就对于秦国的这位太后呢 大家对秦国没好感 对太后也没好感 所以只谈她的几则趣事而已 但是透过这件事情 我们看到的 却是一位举足轻重 能够使秦国强大到 空前未有的地步 是这样一位 铁梁子 在秦桧文王众多的儿子中间 有两位的名字 起得特别的有气势 一个是王后生的 叫大 这个大取自诗经大雅的大 另一个儿子呢 就是梅巴子生的儿子 叫季 季也取自诗经最有名的 施经大雅的声明 讲周民族的起源 即是中国农业的发明者 周民族的始祖 叫做后继 这名字取得大气 秦桧文王去世以后 太子即位 这个太子就是大 他就是秦武王 秦武王师的高大恐武有力 正因为高大恐武有力 所以他偏好举重 偏好比利己 在他的周围 就聚集着 作后各国来的 几位大利士 大利士们在他的门下 纳克持乡 都做大官 秦武王时期 干了一些大事 比如打韩国 攻易洋 他中用的有肝帽 还有粗粒子 是可以干一番大事业的 如果他没有 和他的大利士 去比那个举顶的话 他可能会做一番大事 这个大利士叫孟岳 说话的说 读作岳 孟岳 结果那个底 还没有举起来的时候 砸下来了 砸断了兵骨 按理说 这砸断兵骨 他也不过就是外伤骨折 但是他当天晚上 就死亡了 所以由此判断 这个秦武王 是内脏严重受损 内出血刺 他死了 他没儿子 更别说 立了什么太子了 没做这个准备 这样一来 秦慧文王的其他的儿子们 人人觉得自己有份 所以诸公子征位 正这个国王的位置 面对了这样的情况 弥巴子的儿子 公子济 在燕国做人质 他得到两个人的资助 鼎力相助 登上了秦王的王位 这一个人呢 就是当时的一个霸主 赵武林王 前面说过 赵武林王 咬不起的胡胡七射 这个赵武林王 一反映这事啊 就派了他的 这个赵国带军的军相 叫做赵顾 也是赵家人 赵顾 马上到燕国 找到公子济 把他送回秦国 没有这个赵武林王的支持 你像一个在外面 做人质的 在北方燕国 你要回到秦国 非常困难 赵武林王 做了一件大好事 但是送回去 不等于说 你就可以保证 把他送上国王的宝座 这个是人家的内政 所以公子济 得利于第二个人的 鼎力相助 更大力量的 就是他的舅舅 也就是魏南 魏南 也是楚国的王族 也就是他的祖上啊 是迷信 但是呢 得了誓 这个誓是魏誓 先秦时代 男子称誓 不称信 信是整个民族的 他不能够说明你高贵 只是区别婚姻 男子汉文 打仗立功 或者做了高官 以官职为信 以地狱为信 才得势 所以魏南呢 他祖上是 楚国王族 而得势的人 魏南 其实说起来 他也是一个三朝元老 在秦汇文王时期 就在军队里混了 到秦武王时期 掌权了 手里拨有一地的兵权 那么秦武王一死呢 他力量很强 利用手中的兵权 就把他的这个外甥 扶上了国王的宝座 而且不是坐上去就晚了 第二年就发生了叛乱 这叛乱的叫做 继军公子壮 这个继军公子壮呢 他仪仗的是 秦武王的王后 王后没有儿子 那么公子壮找了他 他就帮助公子壮了 这样还有其他的诸公子呢 还有啊 联合国外的诸侯呢 发生了一场叛乱 这场叛乱呢 被魏南就这么三下五出尔的 给灭掉了 当然把公子撞个杀了 至于说 那个王后 她怎么死的 就在实际里面 都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是这次叛乱 被杀了 另一说法呢 就是说在秦武王之前 他就已经死了 去世了 那这就说不是在这个叛乱中 被魏南哥杀掉的 那么魏南在镇压了这一次 政变之后 他的权力就很大了 一位国君 这个昭湘王 还很年轻 所以这个时候呢 他还不能够啊 清政 基本上就是太后宁朝 舅舅呢 参政 太后宁朝 并不是垂年清政 他不垂年 直接坐在朝堂上 坐在执政者的位置上 当然当时他并不老 他最多也就是一个 三十多岁 在百家讲坛微信平台上 有网友问 秦宣太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和听命 有一件事能够说明呢 宣太后是说话算数的 也就是在秦昭湘王 做了三十六年的国王之后 我们看他 母亲说话算不算数 这一年 有一个魏国人 只历尽千辛万苦 来到秦国 求见秦王 但是呢 住了一年多 秦昭湘王 没有接见他 最后他通过上书 说一句话说的不对 你给我砍了 这样秦昭湘王 就赶忙来接见 一接见这位先生啊 首先就跟他道歉 说 寡人很早就想听一听 先师的教诲 一直没有机会 最近呢 又因为义渠的事情 太紧急 天天要出主意 想办法 而我每天呢 要到太后那里 去请示 所以我没工夫 来接见你 现在好不容易 把义渠的事 处理完了 我才有机会 来见你 从这个话里 可以听出来 处理义渠大事 每天得向太后回报 太后不点头 太后没参与意见 这国王还不能够 轻易地就去执行 这说明什么呀 说明 宣太后 在这几十年中 一直是秦国的一个支柱 一直在秦国 是执政者 他的执政 是有分寸的 就是并没有说 把这个国王 当这个妈宝 我不说了算 你就不能够实行 也不能够 这样的去理解 第一看出 太后 她的执政 是一直坚持下来的 尽管没有具体的记录 一层这段话 秦昭湘王 那也说 一直每天回报 没功夫接见先生 现在有点功夫 才来接见 就可见老太后 执政是实实在在的 现在呢 我们要说明 第二个问题 太后执政 这个秦昭湘王 是不是个傀儡 那我们就拿 秦昭湘王 刚刚即位的情况 来说事 秦昭湘王 刚刚即位 楚国派出军队 猛烈地攻击 韩国 我知道韩国 就在秦国河里面 韩国受到 楚国的攻击 还到哪儿去求救呢 就只好 派了一个叫 上进的大夫 上进啊 来到秦国 知道国王 刚刚即位 那么有事 我们向太后请示 她就讲一个道理 存亡齿寒 咱们韩国 是秦国的外围 就像秦国的嘴唇 韩国被 楚国灭掉了 秦国也就危险了 直接地面临着 楚国的危险 所以 请太后 一定要下令 出兵 援救 韩国 太后啊 她说话了 她说这么多的 各国使者 我看看就那个 韩国那个上进啊 说话还在哪儿 让他进来 我跟他说说 单独跟他讲 说上进先生啊 韩国向秦国求救了 你想想啊 我们只要去出兵 不出兵则已 只要一出兵 就要耗费 每天都要消费千金 这样大的耗费 您是不是 也应该让我 得到一点好处呢 这个请宣太后啊 完全是从厉害关系 这么平等的公平交易 我就来的韩国 你怎么报答 你不报答 他百个你干了 这不公平的买卖 他不做 太后这话 应该说也没错 这个叫做 话操礼不操 说的俗气 但是他就是一个 真实的道理 总得双方都得到 好处才行 这个上进啊 听了这一番话 哭不得笑不得 赶快回去 向自己的国王 向韩王回报 回报以后 韩王就另外派了一人 再到秦国 派了这人呢 叫张翠 他到秦国来 行路的时候啊 他就慢慢腾腾 说自己啊 生病了 所以每天呢 走得很慢 一天走一个线 秦国的肝冒来接见啊 这些个达官们 就说啊 先生啊 我看出来了 韩国太危险了 正因为韩国危险 所以先生您带病而来啊 你每天走不动路 还来向秦国求救啊 韩国危险了 张翠说 不是 韩国现在还不到危险的程度 是即将危险 即将危险和已经危险 那是两个概念 为什么呢 因为韩国我现在怕啥呀 向秦国求救 存亡持韩 秦国就该救 秦国如果不救呢 在韩国也有办法 我们就投降楚国得了 我们投降了楚国 那魏国也投降楚国 这样楚国有了韩国 魏国这两个国家 你想想对付秦国 那不是更有力量吗 所以我们有什么危险啊 不过我们是求秦国 还是投降楚国的问题 这就在告诉干貌 你要再不派救兵 你还要我们给出一个对等的 给你的好处 在现在从没好处给你 也没土地给你 我们只好投降楚国了 我也投降楚国 是秦国的灾难 干貌一听啊 张水先生你别说了 干貌赶快找到清朝相往 讲了个道理 什么道理 就是说我们可以要求韩国 来满足我们的要求 但是韩国现在满足不了 我们不能失去韩国 因为我们不救韩国 韩国不毁灭 他就投降楚国 投降楚国 贵国士丹利保也投降楚国 我们对面的敌人就成帮了 那对我们的损失就大了 清朝相往一听 这个道理是对的 年轻的清朝相往一听 说这个不用请示太后 马上出兵 秦国一出兵 楚国一看来世啊 这个不好对付 马上就撤出了 对韩国的包围 这故事说明什么呀 说明清朝相往是有决断的 就在年轻的时候就已经有决断 这是刚刚即位不久啊 太后做了决断的事 我可以改变他 所以清朝相往 他绝对不是个庸臣 他非常了不起 不但是一个 这个明智的国君 而且是一位雄主 是一位霸主 不过他的母亲在位 在太后之位 一步一步地要把这个儿子 培养成咱们这个时代 最成功的国君 有的事让他自己做 有的事我要参政 这个中间 他都是很有分寸的 清朝相往的朝廷 是一个很有秩序的 能够互相制衡 又能够通离合作的朝廷 所以这样寝照相往这个时代 才能够成为大清崛起的 鼎盛时期 他朝代有些什么人 三朝元老 有两个地位最高 一个是初离子 他的名字叫急 急病的急 他就是秦桧文王 同父异母的弟弟 秦桧文王在世的时候 初离子跟着他 安前马后 什么大事 兄弟两个商量着办 所以在秦武王 请朝相往这个时代 初离子 他仍然代表着 秦桧文王的意见 秦桧王不在了 初离子 就是老秦王的代表人 所以这个人举足轻重 而且他很有智慧 秦人把他称为智朗 有句谚语 说利者认比 智者出离 认比 是最有利器的大理事 智慧 这是出离则 这是一个 那么相智恨的 另一个呢 也就是 米八子的 同母义父的弟弟 蔚然 他也是三朝元老 所以这两人 一个代表着秦桧文王 一个代表秦桧文王的 嫔妃 这个米八子 他们本身既能合作 能理解 同时呢 能够制约 除此以外 还有一个 不是王亲国旗的 三朝元老 那就是 司马错 秦桧文王 秦武王 秦朝相王 都离不开他 也没有给他 很高的官职 但是 国家大事 他都是参与者之一 三朝元老之外 又由于呢 蔚然 他推荐了一个 奇才 就是白旗 白旗特别有才 是个军事奇才 战国四大名将之一 再加上 还有蔚然的弟弟 就是明荣 初一子 也是能带兵打仗的 所以在这个朝廷里 基本上可以说 他实行了一种 集体的讨论制度 由秦朝相王来发命令 由太后 来点头审核 其他几位出主意 这是一个呢 既能够互相制衡 又能够通力合作 的集体领导 但这个 他也埋下了一些 矛盾的种子 因为秦国历代国军 实行专政的现象 是非常普通的 尽管秦朝相王 他相信了母亲 但是母亲很多作为 在他来说 心里也是特别的不舒服 特别是 他母亲啊 敢爱敢恨 在百家讲坛微信平台上 有网友问 先秦时期的顶 都有什么作用呢 顶最初就是 实用的生活器皿 原来烧水 煮饭 煮肉 顶有小有大 那么人口越多 它的顶就做得越大 特别是一些大家族 逢年过节 祭神 祭祖 平常不在一起吃饭 现在到一起 那就要大顶 这个顶是越来越大 但是平常呢 这个大顶啊 就隔职不用了 知道 又有祭祀活动 才抬出来用一下 所以久而久之 他就 由实用器皿 便吃了礼器 那么这些大家族要攀比 至于说王族 国君 他有的顶就特别大 因此这个顶啊 他就有了权力的象征 所以后来的九顶 九顶传世 据说下船商 商船舟 秦朝秦国想 把这个顶弄到秦国去 楚国想问问这个顶有多重 那么顶最终 就便吃了权力的象征 战国时期的秦国 国力强大 却始终有一个心头之患 就是活跃在秦国后方的 游牧少数民族 义渠 义渠曾趁宋旗 韩魏赵 五国伐秦期间 承虚而入 偷袭秦国 取得战国 秦国千方百计 拉拢与攻打 却无法将其彻底征服 因此 义渠成为顶在秦国后心的 一把刀子 秦昭相亡继位后 义渠王前来祝贺 那时的她 年轻力壮 桀骜不驯 在此期间 遇见了年轻貌美的秦宣太后 两人暗生情愫 秦宣太后与义渠王之间 发生了诸多惹人非议的情感纠葛 到最后 甚至改变了两国的命运 那么 他们之间究竟发生了哪些故事呢 而这一个太后 秦宣太后 喜欢谁 喜欢义渠王 有的史学家评价 说这位太后 当时三十多岁吧 以色相 去诱惑义渠王 最后消灭义渠 做出了巨大的牺牲 她的功劳 可以和司马错 肩并八熟 相比美 但是 你要说 这个宣太后 是以色相 去诱惑义渠王 这恐怕就不对了 因为 宣太后从小 生活在楚国 出嫁 生活在秦国 西方的秦国 南方的楚国 他们本身 对中约的礼仪 那就是可行则行 不行则否 没有那么多的礼仪 没有失了那么多的束缚 他们 向往的是一种自由 起码 自己的恋爱 那还是可以自由的 这决定了 他的个人性格 他见到义渠王 义渠王 来秦国 祝贺 祝贺 这位新上尉的国君 这个时候 义渠王 他也是 瞧中了 寡居的太后 就是 咪八子 而太后 也就是咪八子 他也瞧中了 一群王 一表人才 一群王 基本上属于那种 印欧血统 长期驻扎河道地区的 和中国西部地区的 原本就从西亚过来 他长得高高大大 很帅 同时呢 也是一个相当自由的 有目不落的首领 没那么多的礼仪的束缚 所以这两人 互相看上了 互相爱上了 但是宣太后是有原则的 这个原则就是 不能够损害国家利益 当我的个人情感问题 与国家利益 发生冲突的时候 个人感情 绝对服从国家的需要 这一连 他叫做林德钦 在宣太后与义群王 形同夫妻的这些连离 那么秦国与义群之间 也是和平相处 有了这个样板 那么明天的通婚 不计其数 但是义群人 就是义群人 那种野蛮的 落后的有务生活 决定了他们 不能够在秦国 受到这样一个 传统的法治国家的约束 所以呢 这个民间的案子 多得不可生计 义群人与秦国人 发生冲突 秦国是持续法治的 义群人是自由散漫的 这个磨合起来 要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 但是义群王呢 是坚决站在他义群人一边 咱们的习惯就这样 而宣太后呢 坚决地站在秦国立场上 秦国的法治就这样 所以这样的矛盾 不断地急化 所以呢 矛盾到不可调和的时候 这个宣太后应该说 是经过了激烈的四项斗争 最终呢 设计 把这个义群王 骗到宫里 把他杀掉了 当义群国群龙无首的时候 秦朝湘王 罚大兵 进攻义群 灭了义群政权 其宣太后 不是为了解决这个义群 才喜欢义群的 是感情 但是当国家利益和情感 世界发生激烈冲突 不可调和的时候 依然地以个人感情 服从国家利益 杀了义群王 灭了义群国 这样 秦国的西部 可以说是一劳永逸 建立均线 强制这个游牧部落 逐渐地形成一种 游牧和农根 相结合的生活方式 这问题 是在宣太后手里 彻底解决了 在百家讲坛 微信平台上 有网友问 秦朝湘王在位 有56年之久 他是秦国在位 时间最长的君主吗 秦朝湘王在位56年 在秦国历史上 是在位时间最长的 第一长的 而且中国历史上 历在帝王中 他也仅次于 清朝的康熙 和乾隆两位皇帝 晚年的秦宣太后 被秦朝湘王 废除执掌朝政的权力 但秦宣太后 在感情世界里 仍然敢爱敢恨 她又相中了另一位 名叫魏丑夫的大臣 据史料记载 魏丑夫英俊潇洒 风流倜傥 秦宣太后 为之动心不已 甚至在她即将去世前 还下令要求魏丑夫 为自己殉葬 可见秦宣太后 对此人喜爱之深 那么 魏丑夫与秦宣太后之间 发生了哪些故事呢 秦宣太后又是如何 对待这位宠臣的呢 请继续收看 华中师范大学刘星林教授 做客百家讲坛 为您精彩讲述 春秋战国记 第二十二集 传奇宣太后 秦宣太后的情人还不止一个 这个是朝廷里的 她名字呢 叫宠夫 宣太后爱慰宠夫 鉴于《战国册》的记载 人们是当作趣闻来写她 薛太后老了 她的地位岌岌可危 儿子要把她的特权给废掉 还没有废掉的时候 她生病了 病得很重 自己以为呢 就快死了 所以最后下一道命令 我死的时候 一定要让魏丑夫 给我寻葬 魏丑夫当然很紧张 谁愿意活着 跟老太太走啊 这一紧张呢 就有一个秦国大臣 雍蕊 自告奋勇 说你别着急 我去见太后 太后是个讲道理的人 我跟她讲个道理 雍蕊就问太后 您知道 人死了以后 还有知觉吗 老太后说 没有 死了没知觉 有人说 这就对了 既然您知道 人死了以后 是没有知觉的 那又何苦 让自己最爱的人 躺在一个 没知觉的人身边呢 让他去寻死 为你陪葬呢 当然 我们都没死过 是吧 不知道死了以后 是不是真的没知觉 万一死了以后 有知觉呢 老太太 那里可就更不能 带着魏丑夫 到另一个世界了 因为如果人死了 有知觉 那么先王 极路日久啊 对您的行为 又一个义渠王 又一个魏丑夫 你过去之后 承认错误 改正错误 都还来不及 你还有什么空闲 去思爱 魏丑夫呢 太后只说了一字 善 好的 听你的 这事就这么了了 老太后执政 至少是 四十年和四十一年 当然也有一个说法呢 老太后执政了 三十六年 因为 请宣太后执政 到第三十六年的时候 来了一位权某家 这位权某家 真可以说是一个 轻微之士 他们是一度而诸侯聚 安居则天下习 这么厉害的人 这一位这个人 是在秦昭相望三十六年 经过千兴万古 到达秦国的 所以有人说 老太后的权力 执于这个时候 执于三十六年 所以执政三十六年 其实 这位权某家 到达秦国之后 一年多 没见到 请昭相望 见到 请昭相望 还先谈外事 再谈内事 不敢干涉人家内政 所以这又得经过几年 在这一段时间内 这位秦宣太后 仍然是掌权的 因此说他执政四十年 那是比较恰大 在第四十年 秦昭相望 已彻底地信服了 这位外来的和尚 念得经 相信 秦国的贵族们 权力太大 财富太多 要除掉他们 老太后会袒护他们 那么首先 我就得搬掉老太后 所以老太后 就在这个时候 被废除特权 以后过了一年 去世了 请昭相望的舅舅呢 同时也在 废除特权之后 回到封地 去世了 这两位的死的感觉 我们想他不一样 其宣太后 终起一生 就是培养一个霸道的 聪明的一个君主 当这个国君 他的儿子 一步一步成长 最后到 向自己开刀的时候 他是欣慰的 终于这个儿子 培养成功了 但是他的舅舅 就不一样 我把你 抚上国王的座位 除掉你的阵敌 一直把你 保护着 中期一生 为你征战 但是现在呢 却让他孤独地 回到自己的封地 所以这位舅舅啊 是在尘域中 离开人世的 至于说 这位权某家是谁 怎么有这么大的本事呢 究竟是谁 请关注下集 是